谢谢三位带来的 精彩的合作表演 今天我们是舞蹈的主题 非常荣幸可以把 杨丽萍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 因为杨老师呢 真的是为我们呈现了 太多的深入人心的舞蹈作品了 但是最直击我们心里深处的 就是歹足的《孔雀舞》 然后网上啊 我曾经刷到过 小彤在异考的时候 大足 对 是不是 小彤 原来这一趴到我了 你学会歹之舞是吧 没有 不专业 就一考的时候学了一小段 今天如果再跳一遍 那压力可能比一考还大 来一遍好不好 这么突然吗 小彤要晕过去了 重现一下异考时期的歹足舞 来吧 小彤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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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寶寶都愛一日 河天路拍拼 打 打 人日寶淹幾天 但我們帶多近了 但人愛哪晚才合過 這真不錯 謝謝了 謝謝 她做了特別的標準 小彤你知不知道 这个踩的 为什么胆子有这个动力 因为他们打那个水 因为他的桶裙特别窄 对吧 因为天气热 所以他也走不出来 他要踩下去要拔不起来的感觉 黏了 上哪儿偷着 上哪儿偷 最重要的是他们有那个三道弯 三道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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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 滕哥来看一下月瓣弯 月瓣弯 你看你们看看水泥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跳的真不错 谢谢老师 好的好的没想到 可以 哎呀老师是不是局部的肢体控制 其实比整体会更难 对 因为我觉得舞蹈它就是 呃就是那个寸劲 还有那个细腻的感觉 嗯 你比如说你这个 手你要 你要给自己找麻烦 过不来 对抗 如果你很轻松 他就没自觉 嗯 很不容易这样 这个要很 很用劲很用劲 对 但顺还是一个基础吧 但有基础 完了再找麻烦吧 我这个老给自己找麻烦肢体上 但自己解决不了麻烦 很难的 很难 非常难 你比如说楚琦它芳华里面有一个 那个叫什么 抖尖舞吗 哦 碎抖尖猛足 就是咔咔咔 只是肩膀动那个 对对对 我看 猎抖尺 湃 棠哥你这抖的 学学人家那个 真的是局部控制的非常好 我这个 我一回情海耳 我就不自然的 我就这样这个 哈哈哈哈 所以你是有天赋的 有天赋 没有怀疑 他没怀疑过自己 这就是最糟糕的一点 你知道那个 抖尖舞是怎么来的吗 因为蒙古人他骑在马上 对吧 他一颠一颠他就 哦 这么来的 都是有民族特色的 民族舞 歹竹舞也有抖尖 哦 孔雀开平的那种 他也是 哦 开平的那一瞬间 对 你这是抽电那一瞬间 哥 你的脸都得很厉害 抖脸舞 下一刻的抖脸舞 孜琪的隐蔽 其实它是从生活中来的 对 然后它才有魅力嘛 对 生活当中有很多 都是我们就是 让自己艺术更有张力的 很好的汲取点 但是如果说在 整个舞蹈动作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把眼神啊什么的 都加进去的话 那杀伤力就更强大了 宣毅有一个 蜴蜴绝招 可以一秒蜴蜴多少下 没 没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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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能分开 你这有点像 哎呀哎呀 天哪 这怎么练的 你这以后就是 你以后就是那什么 六小灵童接班人了 你这是 他眼睛太好使了 他眼睛太好使了 金静行吗这个 金静应该是整个脸部一起 喂 你要有明显点啊 哎呀呀呀呀呀呀 全都是平时看小宋的表情 全都是平时的表情 这个我为金静证明一下 不光看小宋 看花花 他演这个表情 全是叫表情 别 进行表现 还有什么拿手的 今天就是要吸引杨老师的注意 最好是能够把那个 武林质宝传给你 对不对 淼淼来个绝的 吸引一下杨老师的目光 哎 平方球上面做动作可以吗 哎呀 那这个核心可好了 哎呀 这练核心 这核心 厉害 核心真的好 厉害 太好没翻车 说到核心 王牌家族 我觉得核心好的 花花 你来 嗯 他那个夜问敦 小心啊 花花 花花核心真的好 试一下 真喜欢 可以 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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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的这轮我们要比拼的是 肢体反应和学习能力 还有对舞蹈动作的记忆力 下一关叫做一呼百应 王牌